琴剑与琴弦皆是有限 但音乐可以接近无限 人的精神也是无限的 正因为这份充满可能性的无限 我们目睹古琴和钢琴从远方走来 我想先请问一下王勇老师 钢琴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入到中国的呢 明末 清初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鸡弦鼓钢琴进入到中国 当年是那位著名的学者丽玛窦 把这个鸡弦鼓钢琴带到明朝 然后是作为一个贡品来给当时的万历皇帝 但是那个时候跟普通百姓没关系 全部在宫廷内 所以直到康熙大帝的时候 康熙是个兴趣极为广泛的人 他也学习古琴 据说谈得还不错 所以他看到了当时丽玛窦 进贡拿来的这一个鸡弦鼓钢琴 不是 你也是乐器吗 我也是乐器吗 正好他当时在弹古琴的名曲蒲安咒 说这个旋律不知道在那个上面 能不能掩掩看 这事儿便另外一位在宫廷当中 御用的法国学者白敬看到了 所以他当时就写过一个这样的公文报告 回法国给路易十四 说中国那个皇帝居然能把中国的鼓曲 在我们这上面能够演奏 因为有了这个文本的存在 所以现在在学界很多人都说 这个康熙会弹古钢琴 而且康熙恐怕是第一个 把古琴曲放在古钢琴当中去演奏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